講完了反射定律下面一個是所謂的反射的種類 反射種類有兩種 一種叫做單向反射 平行光照進來 平行光彈出去 這叫做單向反射 如果那個面是平的 平的話 它就叫做 會有單向反射 所以叫做鏡面反射 平行光射進來 平行光射出去 可是如果這個面不平 像剛才這張圖的右邊 那個面不平 它就會平行光照進來 可是會亂七八糟射出去 這樣叫做所謂的慢射 慢射 到處亂射 叫慢射 所以平行射進來 平行射出去 就叫做單向反射 如果平行射進來 亂七八糟射出去 就叫做所謂的慢射 慢射 這兩個名詞 而 不管是單向反射也好 慢射也好 通通都遵守反射定律 每一個地方都是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任何反射 只要是坡的反射就會遵守反射定律 都會有入射角會等於反射角 同時 你能夠看得見東西是因為慢射的關係 否則就有點好笑 假設前面那個同學的臉 完全平的 光線這樣照過來 彈過去 這裡沒有光 就看不見 到這裡有光進來 哇 一圈亮亮的 好亮 我也是 就是鏡子有沒有 你有沒有 不完全拿鏡子閃人嗎 有沒有 看到那個鏡子 看不見那個鏡子在那邊 你看一圈亮亮 你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現在 在這裡看得到你 在這裡看得到你 在這裡還看得到你 因為你的光會到處漫射 到處都有光 到處都 你看得到 就是因為慢射的關係 所以我能夠看得見 是因為我有慢射的關係 我有慢射的關係 OK 來 光投射在這些表面 誰會遵守反射定律 平面鏡 弧面 毛玻璃 灰塵 跟沙子 誰遵守可愛的反射定律 我們請可愛的 想找個男生對吧 幹到男生是嗎 有沒有男生呢 都沒有抽到男生呢 三四 誰遵守反射定律呢 甲乙丙丁物 誰呢 不會哦 五秒 四秒 三秒 兩秒 一秒請坐 叫做不會 完蛋了 老師教育又再度證明徹底失敗 剛才已經跟你講了嘛 所有坡的反射都遵守 反射定律啊 大家都遵守 管理是單向反射還是 慢射 通通都會遵守啊 沒差 沒差 好 下一個 號稱要計算 號稱 號稱 來 光線跟平面積的夾角夾40度 反射以後問你反射光跟入射光夾幾度 搞清楚 搞清楚什麼叫入射角什麼叫反射角 搞清楚人家問你什麼線的什麼東西的假角 什麼東西的假角 弄清楚 弄清楚 來 幾度啊 這樣是多少度啊 好 就是入射角得反射角 但是你要搞清楚誰是入射角 誰是反射角 還要搞清楚人家到底問你 問的是誰跟誰的假角 問的是誰跟誰的假角 OK 來 來 找一位美女嗎 有美女嗎 試試啊 答案 你答案選A 喂 他給的是入射線跟障礙面夾40度 所以他跟法線夾幾度 50度 因為法線要垂直對不對 然後表示入射角幾度 50度 所以反射角幾度 50度 所以入射角50 反射角50 他問誰的假 他用什麼假角 入射線跟反射線夾 你看他們看 幾度 50加50 所以答案叫做100 答案叫100 你看 我剛跟你說了 搞清楚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做反射角 搞清楚人家問你是誰跟誰的假角 就這樣子 考試就考這個 考試就考這個 射算就好了 很簡單 很容易 沒什麼 來 再一個笨問題 如果 如果 岩法線 就是垂直 如果他垂直的射進去 那反射光會怎樣 垂直的射進去 那反射光會怎樣 很簡單嗎 垂直的射進去 就表示入射角幾度啊 那反射角又該幾度啊 那他就問該要怎麼走啊 啊 26 26 垂直怎樣 垂直向上 垂直向上 彈出來 沿法線前進就表示入射角幾度 零度 所以反射角幾度 零度 所以也是沿著法線彈回來 沿法線射進去 沿法線 彈回來 順著原來的方向走 只是方向怎樣 相反而已 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這就是很簡單的問題 這就是有關於反射定律 的一些計算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是用什麼東西 就是用入射角等於 反射角 但是要搞清楚 什麼叫入射角 什麼叫反射角 還要搞清楚 人家到底是要問誰的夾角 剛才是問入射線跟反射線夾角 有人問的是反射線跟障礙面的夾角 有人問是問反射角 所以弄清楚人家問什麼 OK 這就是我們有關的一些練習 好